那我就到學校裡面去看 就發現說 怎麼來上課的休課的60個人 有40個人是從來沒有出現的 有20個人有3分之二一來的時候 還整理桌面 一點還名 不是離開馬上趴下去 然後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就寫說天哲 墾丁的蒼蠅跟台灣的年輕人 但是我寫了這篇文章的時候 然後放在Facebook上面 你知道被轉了多少次 你們寫一篇文章 被人家轉超過 轉貼喔 不是分享喔 不是按讚喔 是被轉貼出去喔 有超過一千次的有沒有 你知道這篇文章被貼了將近快七千次 然後他講什麼 我就講說 我就隱喻一個陳老師跟我講的一個故事 他說 他說他之前在墾丁國家公園當課長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農村都還是一個農業生活的型態 不是像現在 所以那時候呢 用的很多的肥料是什麼 都是用雞份 所以呢 在辦公室的時候 常常就會有很多的蒼蠅 然後他那時候帶著他的女兒到墾丁國家公園一起上班 所以看到他女兒在吃飯的時候 那個碗裡面都是蒼蠅 然後臉上也有蒼蠅 然後他就覺得非常的噁心 然後地上全部都是蒼蠅 然後他就很生氣 然後就腳拿起來一踩 居然還可以踩死兩隻 他就說蒼蠅已經笨到這樣子了 然後他就說 因為在墾丁的蒼蠅沒有天敵 所以他們笨笨的就可以活 如果在台北市的蒼蠅要怎麼辦 每一個都戰戰兢兢 一不小心就被蒼蠅拍打死了 所以他就非常的精靈 那但是呢 在墾丁的蒼蠅裡面 有沒有精靈的 也有 但是要經過天折之後才能夠出現 那我就寫了一個文章說 寫了這個台灣的年輕人 那我的意思並不是在指責年輕人 我的意思是說 在我們的教育之下呢 很多的年輕人 他並不適合到大學裡面來訓練的 他是要另外一種方式去訓練的 但是我們全部都把他送到大學裡面來 那我就問說 請問 我就問了另外一個老師 老師 這些學生都沒有來 怎麼給分數啊 然後他就說 小老弟啊 你就算要當掉他 也要給59分啊 因為他們的平均分數才會好看啊 那我就很好奇啊 我還是不死心 我就去問一個 大三跟大四的學生說 那你們都不來上課 你們怎麼會有分數 甚至於考試都不來考 然後他說 沒有啊 你考試不來考也沒有關係 你要跟老師講一下 補個報告一樣有分數啊 原來是這樣子 或者是去補考 怎麼叫做補考 補考就是同樣的題目 考十次就可以了啊 我有一點懷疑啦 但是我不是在講 這樣的一個教育 這樣的一個學生 他怎麼樣啊 所以後來我看到的 那個新國管理學院 不是會這樣子 我也不懷疑 我也很訝異 那我在談的是說 在我們的年輕人裡面呢 他事實上是應該有其他的方式去做教育 然後呢 讓我們 我們的教育是要做什麼 我們的教育是要讓我們的年輕人 他的特質能夠有所發揮 然後放到我們社會 他應該有的位置上面去 這是我的觀念啊 那所以呢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盡量的要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帶他們啊 當然社團經營就當然就是要談環保社團嘛 所以呢 社團經營的課程裡面 就有幾個盟學就進行在玄奘大選裡面進行反核的活動 那也進行了所謂的空氣污染的調查 他們進行這樣所謂的連署 要1000個人連署 他們連署什麼 他們很多人以為我們的空氣污染是汽車所造成的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說 兩個工廠的貢獻度是三分之二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哦 然後呢 他們就去做了這個連署跟問卷哦 然後他才知道說 原來有這麼多人不知道空氣污染的來源 很多人認為自己容易生病是因為抵抗力差 很多人現在才知道原來空氣也有指標 然後他們就寫了這樣的一個心得 然後那所以我才在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環境的價值的推廣 其實用問卷的方式就是一個非常直接的 就好像說我跟東海的政治系的學生講 你們真的想要做社會運動嗎 東海大學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環境 為什麼 因為他們旁邊的社區呢 你看前面是中港路 再過來呢 叫做福科路 再過來呢 是西屯路 然後下面叫做中工一路二路三路對不對 那在這樣的一個生活圈裡面 它有幾個障礙 一個是中港交流道 這邊的人不會走路過去 這邊是中科 你不可能越過中科 你也不可能越過台中工業區 我講的是生活圈就是走路了 你也不可能越過大杜山 到大陸那個地方 所以這樣的一個生活圈 有一點叫做半封閉的生活圈 我就跟那個學生講說 我們來做問卷好不好 他說做問卷跟做社會運動有什麼關係 我說你要反和嗎 你連這幾條街 有多少人支持和電永和你都不知道 有多少人反和你也不知道 他為什麼反和你也不知道 他為什麼永和你也不知道 你連這一條街的老闆 有幾個叫什麼名字 大樓的廣委會的主任叫什麼名字 你也不知道 那我們怎麼做社會運動 他說聽了有道理 我說你有沒有看過那個路上 路邊十字路口 有兩個外國人騎腳踏車 問你說你好 要不要學英語 他磨門叫的有沒有 我說同學有沒有興趣 就這三條街 我們辦公室都搬到福克路685號 我就說有沒有興趣 我們來騎腳踏車 我們這三條街 一個一個發問卷來調查 那我有帶兩個學生 就是做所謂的反和的調查 那在做調查的時候 他原本是支持核電的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你可以給他你的數據給他參考 當你的問卷結束之後 小姐我們這邊有一個資料 請你參考 我們的核廢料現在沒有辦法處理 他一定會嚇一跳 你就給他 他會震撼的 然後你把這些資料帶回去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班圓 三平方公里 永和的人分佈在哪裡 他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他是出現在菜市場呢 還是出現在超級市場量販店呢 還是出現在百貨公司 他的年齡是怎麼樣 你都清楚了之後 你要做生意 要有一個市場調查吧 對不對 好 再開始我們就看你一定 怎麼樣的策略 然後再去做改變 這樣的做改變要講什麼 我們進了這個社會 社會的教育裡面 當然有包括了所謂的 體制的社會教育 在大學裡面尖刻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的 所謂的肯尼的蒼蠅 跟台灣的年輕人 我講的是 我們的教育的系統 我們的教育應該把台灣的 台灣的年輕人 放在應該有的位置 而不是拿來做罐頭 不是把台灣的年輕人拿來做罐頭 因為我們現在的教育 是拿來做罐頭的 而我們現在的教育 應該是去發揮台灣年輕人 他的特質 然後應該引導他 到適當的位置上面來 但是呢 Facebook那一篇文章 被轉了七千多次 大部分的人在談什麼 有沒有在談教育的問題 沒有耶 你知道他們在談什麼 他們說這些學生好糟糕 你放棄的學生 放棄的年輕人 就是放棄自己 因為我們會離開 我們要把東西交給他的 所以我們是不能放棄他的 另外呢 另外有些人就在批評說 說不定你的照片是下課時間啊 反正他講了一堆 他們就沒有辦法 跳到尺度上面來看我們的教育問題 那我要講 我們的年輕人 他要經過的環境的教育呢 他是要實際的體驗的 這個是我帶他們去大陸山的原始森林裡面去探險 這個是他們以前的鹿角 然後經過了原始的森林 一個一個帶他們體驗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是什麼 今天我們在課室裡面講了再多的投影片 就好像我在跟你們介紹 蘋果它是紅色的 切開裡面肉是白的 咬下去是甜的 有一點酸的感覺 我用玉系名義的文字跟你說明之後 有沒有用 那你咬一口你就知道講那麼多幹什麼 所以當他們講完之後呢 就帶他們去體驗 他們在現場 點到鹿角代表什麼 不是有鹿 現在就有鹿了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在大杜山的森林裡面 它的草食動物呢 其實在裡面是有活動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上次在先修辦的時候 不是說要舉辦什麼 那個旅行社嗎 那我們其實本來就在辦這樣的活動 那我辦的旅行社會比較不一樣 我就以我們帶的學生來看 我先帶一個叫做服書會 有關單的 很準確